花莲市立幼儿园举行第45届的毕业典礼 有90名的毕业生以幼在金融非要童年 毕业公演呈现幼儿园三年来的学习成果 而市长魏家宴、主秘欧美花以及贵宾们都带着满满的祝福 一起来见证孩子们完成人生第一阶段的成长历程 花莲市立幼儿园第45届毕业典礼 以幼在金融非要童年为主题 星期六上午举行毕业公演呈现孩子们在三年来的学习成果 市长魏家宴表示很开心看到孩子们成长 也恭喜大家要迈入人生新阶段 开启另一段学习旅程 我要特别谢谢飞飞园长以及我们所有的老师们 他们其实在很多的室友的一个活动 那特别的一个精心的一个规划 那很多的一个传统的节日 他们也很认真的在让孩子们了解到 我们过节过年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习俗 那今天用金马奖的一个颁奖典礼的一个模式 那让孩子们上台受奖 那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也要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家长 给予我们老师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跟支持 我想是又未来会越来越好 那也会越来越棒 现场包括了先云魏家贤 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政伟 副主席黄达翔 还有多位的市民代表都到场祝福 除了恭喜小朋友们完成人生第一阶段学习 也肯定市立幼儿园的用心办学 这一群孩子是在我担任市长任内进来的 那我们看到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就陈鲁老师所讲的 一开始带奶皮 一开始被爸爸妈妈抱进来 看到他们成长非常非常感动 也希望他们到小学以后 也能够开开心心的成长长大 也要祝福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永远平安 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幸福 所有小朋友毕业了 往后要快快乐乐继续努力 往后要继续听爸爸妈妈的话 爸爸妈妈会永远做你们的靠山 而我们华雷市立幼儿园 跟华雷市公所还有华雷市民代表会 绝对会全力的来站在你们后面 替你们加油替你们打气 这是小朋友们人生中第一场毕业典礼 华雷市立幼儿园特别比照金马奖颁奖模式 大班的孩子们化身成电影的主角 做出了精彩的表演节目 也呈现了他们三年来在幼儿园的学习点滴 更为孩子们练就了各种本领 最后市长魏佳燕和所有的贵宾们 和小朋友们一起唱出毕业歌 世界因你美丽 为活动划下去点 也期望小小幼苗 在日后的人生历程当中 可以快乐学习平安长大 介络会欢视报道